我的升学宴突然变成了我继母女儿的结婚宴 我大闹一场 继母和妹妹为了雷战家产 趁机让我爸将我赶出家门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爸其实就是一个入整男 财产都在我名下 今天是我的考研上岸升学宴 我平静地看着面前这些人 只觉得过躁 恭喜啊小黎 你这考上岸以后就出息了 亲戚好听的话不停地往外蹦 以前我成绩不好 沉迷游戏的时候 过年走亲戚莫少话里话外地讽刺我 我也没有多余的神色 淡淡到刘叔 你家大儿子也挺出息的 谁不知道你家大儿子吃喝调赌样样行 刘叔听着我这话就想说什么 我指了指上面的主持人 刘叔快选个位置坐着吃饭吧 要开始了就转身走了 正当我打算上台时 突然被人拉住了 转头就看到继母着急地说着离离 你要去干吗 赶紧找个位号坐着 我面色疑惑妈 我得上去说话呀 说什么话也得等主持人说完再上去吧 你快和妈走吧 我被继母强制性拉到了一个角落的桌子上 杜景已经坐在位上了 刚坐下酒店的灯光却突然熄灭了 周围都是疑惑的声音响起 我也生气 好好的升学宴怎磨出这种差错 刺眼的灯光又突然亮起 荧幕上不是我升学的照片 而是我继母的女儿和她男朋友的结婚照 我震惊这到底怎么回事 台下来吃席的人也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正当我要起身冲上台一问究竟时 继母却把我按着 父亲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李李借你的升学宴顺电 就把你妹妹的结婚宴一起办了吧 我听着身后父亲以理所应当的语气 说出这句话 顿时一颗心凉到了谷底 我看着台上妹妹和她男朋友在众人目光 和司仪的主持下进行着婚礼 我感觉血液都要开始倒流直冲头顶了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双手用力捏着我选了一个月的礼服 我站起身看着面前我平时尊敬的爸和我的继母 那我呢 我熬了多少的夜 喝了多少咖啡 刷了多少题 那我呢 你们告诉我 我算什么 继母面露嫌弃之色 看向父亲你瞧瞧 这烤上了盐而已 脾气这么大 就是你还认不认我这个父亲了 你一个女娃离了家庭还能干吗 父亲的这句话 我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我提着裙子就飞快地跑到台上一把夺过话筒 看着下面的人面面相去 今天这场宴席是我李黎的升学宴 但我继母觉得妹妹书莫读多少就嫁人了 很丢脸 于是跟我合并一起喜庆一下 让我们现在继续欢迎这对夫妻 我的声音借着话筒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热闹的氛围也显得有些微妙 我看到场下一个熟悉的人 似乎是初中的老同学顾琪 没有过多在意 司仪也很快反应过来 继续说着美好的话语 我提了个椅子坐在正中间 看着妹妹和妹夫携手走来 脸上清一阵白一阵地跟掉色盘样 我抬了台下巴 语气冰冷给你亲爱的姐姐敬酒吧 好妹妹 大家都没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台下的继母和父亲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怎么用了姐姐的升学宴做婚宴 连给长辈敬茶都不应该了吗 机讽的话语像二月的寒冰一样 落在他们身上 又如何呢 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罢了 看着面前的妹妹和妹夫 跪在面前恭敬地举起酒杯 心里突然爽快 原来我以前所做的退步 都是在给自己找气首 姐姐 请喝茶 我接过手茶 小米了一口 笑着拍了拍妹妹的肩膀好妹妹 姐姐祝你事业一帆风顺 夫妻生活幸福美满 儿孙满堂 感受着妹妹的吃人的目光 心情畅快了许多 在宾客的注视下我 大步走出酒店 杜景追出来 着急地拉着我的手问道 小黎 你怎么了 我一时有点莫明白 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是在关心我 还是在为他们质问我 我有点好笑地看着杜景 杜景神色一正 连忙安慰我到怎么会呢 小黎 我当然是向着你的 只是你现在和你父亲他们关系 闹僵了对你自己也不好 杜景苦口婆心地劝着我 只穿着抹胸漏背礼服的我 被这突然起来的风吹地打了个冷颤 够了 杜景第一次被我这种语气凶助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杜景 我在外面站这么久 你有给我披一件外套吗 没有 你是真的在意我吗 事业突然模糊 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掉下 我转身从包里拿出纸巾擦掉眼泪 不想再和杜景争论 杜景叹了口气 勾着我的手 我想甩开 但力气不够 小黎 如果我不爱你 我当初怎么会冒着生命危险 在那个巷子救你 如果不是我 杜景语气温柔 又在诉说着那件 我不愿意回忆的事情 好了 让我静静吧 我现在好嘞 我独自开车回到家 来到二楼推门进去 看着妈妈的灵牌 我挥泪如雨 父亲和继母 今天晚上都抹回家 我也松了口气 我不知道要如何去面对 这相处了二十二年的父亲 小时候对我好的父亲呢 哪去了 早就被外面碎碎的声音吵醒了 打开门一看是继母 我这没心里 想着她是不是有什么病 妈 你这大早上打扫什么卫生 王阿姨去哪里了 不是有她打扫吗 继母不冷不热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阴阳怪气的 哎哟 这王阿姨请在家里 一个月一二万 哪个家庭受得了啊 还不是得我自己来 没想到女儿的福 这什么意思 怪我不帮你打扫卫生 你没事吧 阿姨钱又不是给不起 我面色忧心忡忡 看着继母那怎么办啊 妈 继母莫反应过来 下意识回了句什么怎么办 我拿过继母手里的扫把 语重心长地说着妈 妹妹是你亲女儿 你都没想到福 那我有什么办法 不如让妹妹离婚回来 帮你扫地吧 继母听这话也反应过来了 指着我鼻子就破口大骂 好你一个有娘生莫娘养的孩子 我女儿才结婚 你就盼着她离婚 你安的什么心啊 感觉继母被气的牙齿 都滋滋作响 脸色铁青 我看着她手里的扫把 摇了摇头吗 家里有扫地机器人 你不会可以喊 王阿姨回来教你 继母看在我这 今天讨不到什么好 冷哼一声就下楼去了 在房间里整理着 我的入学资料 房门被敲了几下 干嘛 我不耐烦对着门吼了一句 门口沉默了几秒 响起了王阿姨的声音 小姐下来吃饭了 我一正 还真请回来了 知道了王阿姨 还在楼梯上 就听到继母向父亲说 要买哪个奢侈品的新包 父亲也还真答应了下来 我拉开椅子坐在对面 父亲抬了抬眼皮看向我 指着桌上的银行卡这个卡 你就先给子林用 生活费自己想办法吧 昨天害我们丢尽了脸 你还好意思回来 看着面前冷漠的父亲 我有些心酸 这张卡里的钱 我从来没动过 父亲 你忘了 从你娶妓母进门 我就再也没向你要过一分钱 端起桌上的牛奶 喝了口父亲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 看着父亲脸上闪过的一丝愧疚 也就只是一瞬间 而以我搬出去住 不打扰你和刘阿姨二人世界了 说完我就去二楼收拾东西了 父亲嘴里大骂我是不孝女 继母在旁边给父亲顺着气说着 女儿大了 总是留不住的 晚上我自己开着车拖着行李住进了提前载 学校附近租下的公寓收拾完 都已经接近凌晨两点了 打开微信就看到杜景发来的消息 你离开家自己出去住了 你在拿我来找你小黎 心里有些惊讶 杜景为什么会知道我搬出来了 打字回复道 你怎么知道我搬出来住了 杜景没回复 直接打来电话 喂 小黎 你又和家里人吵架了 杜景小心翼翼地问着我 生怕我在因为这个声 不算吵架 是我自己要搬出来住的 手机里又传来杜景着急的声音 你在哪呢现在 我过来找你吧 你一个女孩子住外面 也挺不安全的 心里一暖 至少杜景还是有点真心喜欢我的 我给杜景说了地址 莫过半个小时 杜景就来到了我住的地方 一打开门 就被抱了个满怀 杜景身上的烟味太浓 有些呛着我 我用力推着她 杜景也反应过来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小黎 打电话的时候抽了根烟 莫注意到 下次一定 我扯了扯她的耳朵娇撑着 你哪次改了的 叫你少抽点烟 对身体不好 直到了小黎杜景声音 突然变得沙哑又低沉 我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 小女孩不可以 我拒绝 卫石膜 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了 家长都献了 杜景有些生气 我有些不理解 恋爱一定要靠性来维持感情吗 身体往后靠了靠 用停淡的语气说道 杜景一梗 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我 好了别多想了 等我研究生结束 我们就结婚 我抬手看了看手表 指着我卧室隔壁 时候也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吧 明天你不是还要上班吗 杜景离开后 我就回到自己 卧室睡觉了 晚上不知道怎么 突然又打雷又下雨的 外面的风吹得呼呼作响 两年前的那天晚上 也和今天 这个天气差不多 下雨打雷 我和朋友出完饭 独自一人回家 被三个混混围住 是杜景刚好路过去便利店买夜宵 突然看到了我 然后报警威胁他们 才将那几个人赶走 想到这 我突然觉得对杜景有些愧疚 就这样脑袋里胡思乱想地睡着了 隔天一大早我就醒了 今天是我开学第一天 而我作为优秀学生 要代表新生上台演讲 刚到学校 因为优异的成绩 学校早就安排好了老师来接待我 看到我开车过来 他们还是有些惊讶的 我在视频里穿得挺简单的 小梨 这块收拾一下换个衣服 晚上就等着通知 上台座位优秀新生演讲 面前的老师和蔼可亲 看我的眼神和看女儿一样 谢谢老师 我大方的言谈举止获得了 面前这位老师的喜爱 我并没有选择在学校住宿 但学校也给我留了宿舍 到宿舍收拾完就差不多已经下午六点多了 老师给我发消息 叫我去艺术工的办公室里做准备了 办公室里都是老师和一些学姐学长 大家好奇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 这边老师急忙叫我准备上台了 我从后台看到了这一集的新生 第一反应就是好多人啊 还莫等我感慨完 主持人的介绍就结束了 柔和洁白的灯光 打在我的身上白色的礼服上 此刻我就像神女一般 我缓缓地诉说着我的学习经历 以后的发展方向 安静的场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 这不是那个在 妹妹婚礼上着妹妹下跪 给她敬酒的人吗 不知道是从哪传来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演讲 我捏紧话筒语气淡然 如果同学对我有什么疑惑 可以等新生活动结束下来 面对面交流的 一阵交流声此起彼伏地 讨论着这个话题 我不知道那场婚礼 怎么会有视频流露出来 学校怎么回事 让这样一个人来当我们的新生代表 让我们这一集怎么抬得起头啊 对啊 这样影影响多不好 就是就是 简直是给学校抹黑 我低着头 没有着急反驳 这些人的话 在抬头时 我的眼睛里 已经酝酿出了两团泪水 强忍着掉下来 大家只看到了视频 却不了解事情的起因 我的语气委屈 酝酿的泪水 也随着说话掉落下来 关于妹妹婚礼的事情 是因为当天我的升学宴 突然变成了妹妹的结婚宴 下面的人也莫想到 竟是这个原因 也有些不知所措 我坚强地擦了擦眼泪 继续说着妹妹结婚 爸妈却不知所踪 都说长姐如母 我作为姐姐 自然要承担起长辈的责任 没有长辈在这 不是闹笑话吗 真相揭开 场下一阵唏嘘 低着头 没人能看到我脚上扬的笑容 这边看气氛缓和了 主持人也及时出来打圆场 回到后台 看着老师担心的神色 我笑着安慰没事的老师 这就是有人恶意剪辑出来的 同学都还是挺名事理的 出了校门 就看到继母和杜景相谈甚欢 继母看到我出来了神色一变 不耐烦地说道 你爸喊你回家吃个饭 直到了我眼皮都磨他一下 杜景过来安慰着我小黎 是李叔叔想你回家吃饭 他说想你了 我没接话 坐上了自己的车 然后扬长而去 到了家 就看到妹妹在哭哭啼啼地 对父亲说着什么 看到我更是哭得更凶了 李黎 上次在婚礼上 你还威胁你妹妹是吧 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是读尽的狗肚子里面吗 看着面前的父亲 魏里云向我发脾气 都已经免疫了 我眉头一皱 你叫我回来 就是为了他 不然呢 我还让你回来干嘛 一个不孝女 和你那个妈一样 就从来没有 把我放在眼里过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妈 最没资格提我妈的就是你 我被气得浑身发抖 恨声道 继母不知道什么回来了 仰手过来 就给我一巴掌 我被打得脑袋发萌 耳边还传来继母的叫骂声 你怎么和你父亲说话的 反应过来的 我直接给了继母两巴掌 喊你的 一个小三更有什么资格打我 杜景这边拉着我好了好了 家和万事兴 大家都退一步 听到这话 我更气了挣脱开杜景 指着我脸上的巴掌印 语气激动 你看清楚 我被打了什么家和万事兴 我哪有家 我扣着继母的手 在她耳边低声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背后做的什么事情 今天我演讲上出的问题 是你策划的吧 你真很连你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卖 继母盯着我 恶狠狠的是又怎么样 你有证据吗 我没说话 继母看着我这个样子 也笑出了声 拍了拍我的脸 像一只斗赢了的公鸡 这顿饭我看你也别吃了 赶紧滚吧 父亲怒吼道 看也不想看我 我也没打算自讨没趣 提着包就走 杜景跟在我后面 沉默不语小离 我觉得你应该和你爸爸 好好谈谈 杜景率先打破局面 谈什么 你告诉我 我靠在车旁边看着他 看着面前 这个男人 说不出哪里的怪异 杜景还没听出我话里的意思 过来欣喜地拉着我的手 你想你一个女孩 以后结婚 没有你爸爸的支持 房子车子什么的 不都会便宜了你继母的女儿吗 你觉得我买不起 杜景急忙解释 不是买不起 这些本来就是你应得的 听到这话 我觉得有点好笑 不知道杜景的脑袋 是怎么长的 能说出这种话 你想吃软饭 杜景听到这表情凝固 没有啊小离 你是还默等他把话说完 我就不想听下去了 你想和我结婚 不应该我们两个一起努力吗 合住就想让我跟我爸 要车要房 然后你就坐享其成吗 我冷哼 你想得可真美好 杜景脸色长得通红 支支吾吾的半天 莫说出个什么话来 回到学校 我叫老师帮我查 今天演讲的监控 找到挑事的人 我拍了张照片 就打算离开 突然在监控中 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我叫老师帮忙放大 两人戴着口罩 在树下面站着 相谈甚欢 我仔细对比了一下 竟然是继母和杜景 我证住 两个本应该毫无联系的人 同时出现在事发当天 故事二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接吻要闭眼 男人放开我 用大拇指 把唇边的口红印擦掉 我看着他唇上的印记 喉咙紧了紧 满脑子都是刚才亲上去时的画面 他睫毛好长 鼻子好高 唇好软可 这男人居然是傅田田的小叔 作为金融系的学生 没有人不知道傅言出 年纪轻轻 就多次登上知名财经杂志 他受欢迎主要是有两点 第一因为长得帅 第二因为坏 凭借着沙发果断 以及剑走偏锋 27岁就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 怪不得我刚才说 有点脸熟 没想到金融圈大神 居然还有闲心来看演唱会 傅田田 这么晚了 还不回去 他沉声开口 傅田田狗狗碎碎 拉着我前男友寄穿要逃 听到这句话 脚步顿了顿 他转过身来 都要哭出来了 小叔 你别跟我爸妈说 傅言初冷着脸 哪怕是坐着 都有一种震慑人的气场在 他手摸着腕上的手表 抬眼看过去 声音淡淡 学会骗人了 我不由地平住了呼吸 挺直背脊 坐得规规矩矩 旁边的季川 还不怕死地 拉着傅田田的手 居高临下看着傅言初 小叔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不让人谈恋爱吗 傅言初眼神冷冷地扫过去 季川似乎是被他吓到了 咽了咽口水 傅田田赶紧拉住他低声嘟囔 你别添乱了 然后可怜巴巴望着傅言初 小叔 我马上回去 回去后让管家给我回个消息 傅田田连忙点头 拉着季川就跑了 我盯着他们的背影 后背汗都快出来了 男人陌生的声音 穿过嘈杂的人声 传到我耳边 小朋友 现在是不是该算算我们的账了 我心里一咯噔 转过头来望着他 他一副好整以侠的姿态 我哆嗦着小小叔 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 他淡淡扫了我一眼 咽了咽口水 我完蛋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被摄友们摇醒了 鱼鱼 你快起来 卧槽 鱼鱼 你是我的神 鱼鱼 你火了 我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 盯着摄友递过来的手机 热搜上出现的词 差点没让我晕过去 井号复言出 音乐节草莓文 井号井号金融圈顶流 复言出 深夜优惠神秘女子 井号井号复言出 女友 井号我盯着那个负字 久久不能平静 那雨已经凉成这样了 一个圈外人 都能霸占这么多热搜词条 我点进去 不断有新的话题出现 奶茶不加糖 千年铁树复言出开话了 白日梦探险家 我宣布 这个嫂子我认了 我妈生我必有用 什么人呢 就来蹭热度 一定是炒作 说吧 又要圈什么钱 我只有两毛可以贡献 胸小随我爸 炒作我也行 男帅女量 谁不爱呢 想不到 复言出居然有 这么多的关注量 很快 我的信息 就被扒出来了 被大 大四金融系 成之鱼 甚至有的人把我初中高中的黑历史 都扒了出来 我还没点进去看呢 手机就震动了起来 喂 成之鱼 是不是真的 语音那头 我听到专业课林老头亢奋的声音 咱们学校正好要邀请他来讲座 既然都是一家人了 成之鱼 你帮个忙说一声 不是 老师 都是误会 老师懂 没官宣吗 没事 你就简单说一说哈 老师等你好消息 刚说完 林老头就挂了 我捏着手机 后知后觉的悔意涌上心头 马上前男友寄穿的电话就来了 成之鱼 你为了报复 我去聊别人小书 你知不知羞啊 你没事吧 掐了电话 我在床上躺诗 连去图书馆抢位置的心情都没有了 满脑子都是复言出 昨晚走的时候说的话 小朋友 记住 别再有下次 想着傅田田那么怕她 我有点心慌 刚下床 又有电话来 是傅言出的助理 约我面谈 已经在校门口等着我了 一定是要开新闻发布会澄清是吧 我背着双肩包 就跑了出去 后面是有大喊 鱼鱼 戴上口罩啊 果然 还没到校门口 我就看到了很多记者 我把帽子压得很低 按照指示 从另外的门出去 坐上后座 我才发现 车里居然有复言出 我瞬间如惊弓之鸟 乖巧坐好 一动也不敢动 他示意四季开车 我双手放在膝盖上 连呼吸声都放轻了 热搜 他沉声开口 我马上接过话茬 您放心 您要开发布会 我全力配合 万死不辞 副驾驶的帅哥助理 笑出了声 有什么不对吗 副言出勾了勾唇 没说话 我赶紧把帽子拿下来 诚诚恳恳道歉 小叔 对不起 昨天是我冲动了 给你造成了困扰 十分抱歉 说完我眼神偷瞄他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前面 不知道在想什么 可是这帅的惨绝人寰的侧脸 实在是让人不敢多看 一路无言 直到我坐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说 如果可以 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 我 只反应了三秒 我就点头同意了 反正傅田田 跟我前男友在一起了 我要是聊上了他小叔 再打打渣男的脸 顺带让他们再叫我一声审审 想到这个情景 我内心就已经在摇旗呐喊了 协议情侣 可以吗 可以 太可以了 傅言初在金融圈 因为多年没有出现过女朋友的身影 被一些八卦公众号爆料 其实是给 正巧这次事件 我被拱了出来 如果顺势而为的话 这个传言就不攻自破了 他得到了他想要的 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 这个生意 巴菲特来了 都要说一声划算 走的时候 傅言初加了我联系方式 并叮嘱我 陌生的电话不要接 接了也不要回应什么 安心在学校学习就好了 我点了点头 大言不惭 小叔 你放心吧 演戏 我是专业的 他低头垂谋 你不是学金融的 是啊 还在准备考研呢 他淡淡点头 我看他好像要忙了 正要退出去时 突然想到了 林老头的叮嘱 于是 又厚着脸皮 转过头来 小叔 就是 那个嗨 我说不出口 如果傅言初真的同意了 那岂不是坐实了 我就是他女朋友的事情了 嗯 他在办公椅上挑眉看我 狠了狠心 我还是小声说道 我们老师说 好像要约你来我们学校开论坛 你有时间吗 他盯着我 我有点发怵 赶紧解释 没有也没关系 我跟我们老师说一声就行 不打扰小叔工作了 我先走了 刚要转身 复言初开口了 有时间 我一脸猛逼地回到宿舍 就这么成为傅言初的女朋友了 室友们刚好回来 一窝蜂涌了上来 鱼鱼 恭喜啊 室友拿出手机来 大神已经官宣了 我再次 就在刚刚 傅言初在微博回应了狗仔的拍摄 是的 我们恋爱了 女朋友还在上学 请给她一点隐私 谢谢大家 我懵了 哪怕刚刚面对面看着傅言初 我都没这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接吻的时候 她闭着眼睛的样子 鱼鱼 你牛蛙 天天看你埋头学习 什么时候认识金融圈大神的呀 大神稳计如何呀 天啊 那张莲怎么不去出道啊 枕头盖在脸上 我装死 林老头的电话又把我震醒了 她说 傅言初已经答应了 下个月初来学校开论坛 既然我们这么熟了 对接她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反正都是金融类的论坛 刚好跟我的专业也契合 我整个人都实话了 太快了吧 太快了 我赶紧给她过去消息 小叔 我们老师说 你下月初来学校吗 傅言初 嗯 你真的要来 怎么 不想我来 怎么会 正打算回复她 傅田天的消息发来了 鱼鱼 你真的跟我小叔在一起了吗 季川说 你们肯定是假的 对不对 又是她 烦死了 想着那天的事情 我突然有一个疯狂的想法 小叔这么有能力 又能迷倒万千少女 老天爷都把人送到我跟前了 我还磨叽什么呀 如果真的能假戏真做 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女友 以后天天都能看到这么帅的脸 人生那该多有意义呀 于是我立马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郑金威座回复她 小叔 我们老师说 让我跟你对接流程 你有空吗 我周五放学后去找你 马上 傅言初就发了一个地址来 哇 小叔也太好说话了吧 想到周五就能见到他 我拿出了高考时的钻研精神 跟组织论坛的老师和同学们 不知道做了多少版方案 毕竟自己就是金融系的学生 总不能让他觉得 我不专业吧 到了约定的时间 我精心打扮 头发扎了个丸子头 露出了光洁的额头 然后戴上了小耳环做点缀 真是一副清纯的女大学生样呀 到了后 是管家接待的我 跟我说 傅言初还在书房开会 一会下来 我闲得无聊 点了点头 把资料放在宽大的茶几上 还好背着书包来的 想着他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开完会 我干脆戴着耳机 坐在地毯上 开始录音语题 距离考研还有不到三个月 我们这个专业的竞争力本来就大 所以大三下学期 我就天天泡在了图书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也考研的季川 因为常见面 他又追了我很久 所以他提出交往的时候 我就没拒绝 他算是我大学第一个男朋友 而我跟他最多只有牵手拥抱 亲吻是因为本来才正式确认 关系一个月 还没有契机 所以那天跟傅言初的吻 是我的初吻 啊 要死 他肯定觉得我是老手吧 刚把一套题做完 等我抬起来头伸了伸懒腰 才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傅言初已经坐在另外一侧的沙发上了 要死 我赶紧把手放下来 然后扯掉耳机 小叔 我做题忘了时间 你等很久了吗 傅言初漆黑的眼眸看过来 漫不经心道 还好 还好 那就是没有生气 听说大佬们的时间都很宝贵 他说这句话 应该就是没等多久的意思吧 脑袋里炸出了烟花 我赶紧拿着桌子一侧的稿子站起来 结果 因为坐在地上太久了 起身时 腿软 差点摔了下去 电光火时间 傅言初一把过来拉着我 我就这么跌入了他的怀里 男人的气息瞬间包裹着我 衣服的布料紧贴着他的衬衣布料 我的身体突然急剧升温 小小叔 他将我扶到沙发上 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我却低头不敢看他 脸发烫得厉害 等缓了缓后 我才抬起头来 我跟你对一下流程吧 他依旧是那副淡淡的样子 点了点头 没想到一对就对到了很晚 等意识到的时候 我的肚子已经在叫了 啊 好尴尬 我赶紧捂着肚子 离他远了一点 傅言初眼神扫过来 我赶紧把头埋下 然后听到他的声音 在这儿吃吧 默默扒饭 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毕竟 我是学生 他已经工作了 我们之间 还差了六岁 属实是难搞 但勇敢于余 不怕困难 我抬起头来望向他 小叔 你平时工作很忙啊 他掀了掀眼皮 目光看向我 嗯 工作中的男人 最有魅力了 傅言初 小叔 你们公司 有实习生的名额吗 你不是要考研 我帮同学问问 嘿嘿 要是有 我就让他们赶紧投简历 你倒是挺热心 是吧 我是班级里的爱心委员吗 傅言初轻笑两声 我还想继续说话的时候 他手机响了 明显感觉他皱了皱眉 他接起电话来 是的 我是认真的 已经官宣了 是我女朋友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目光看向了我 四目相对 我的脸蹭蹭蹭就红了 赶紧低下来头来吃饭 挂了电话后 他说 明天还来吗 啊 刘成 还需要对一下 原来说的是这个 他刚才确实是提了很多建议 我原本以为 他在媒体里的形象 肯定是那种特别不好相处 特别会挑刺的人 没想到 他说话很中肯 语气也蛮温柔 好像也不是那么不尽人情 不会打扰到你吗 小叔 我会专门抽时间 好的 我吃完了 那我先回去了 小叔再见 起身要走时 他开口 这么晚了 我送你 坐上赋言出的车 我都还有点懵 我把书包放在双腿上 悄悄瞥了一眼他 小叔 谢谢 空气突然又安静起来 你 我们俩同时开口 他轻笑 什么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嗯 都是一些成年人的爱好 你应该不会喜欢 成年人的爱好 卧槽 不会是这个那个吧 这是能说的吗 看我震惊的样子 他解释 棋牌 高尔夫 吓死我了 哦 我喜欢乐高 压力大的时候 就喜欢拼 他转过来头 盯了我一眼 又转过头去 怎么了吗 考研 是准备考本校吗 我摇了摇头 不想再本校了 我打算去隔壁大学 哦 隔壁也是985 男生还多 嗯 男人的声音有点冷 男生多 我赶紧捂住嘴 有些心虚 只好强行为自己晚尊 我是说 那个完了 我编不下去了 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女朋友 当着男朋友的面 说这种话 她不会以为 我是那种 很轻浮的女生吧 第一次见面 就强吻了她 现在又当着她的面 说考研 要去男生多的地方 我恨不得 咬断自己的舌头 复言出淡淡道 还有一会才到学校 你可以多想想怎么编 它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我放弃了 只好实话实话 我们金融系女生太多了 然后听他们说 隔壁学校男生很多 我就想着也不远 如果能考过去的话 正好换个环境 当然 看了小书后 其他的男生再帅 也帅不过你啊 我偷描她 她勾了勾嘴角 这样啊 我赶紧点头 开始采红屁 小书 你这姿色 金城武来了 都自愧不如 我要是经纪人 现在就牵你出道 明年你就成为天降子微星 你不是爱心委员 是学习委员吧 啊 成语用得倒是溜 下车后 我俯身凑到窗边 谢谢小书 小书明天见 复言出轻声开口 回去吧 洗漱完后 我拍了一个 用功学习的照片 发给她 想着小书的脸 就有了学习的动力 我是陀罗吗 不 你是我的榜样 是我人生的方向 复言出 第二天去她家的路上 我又刷到 我跟她新的物料 景浩复言出 大学生女朋友 景浩原来是 昨晚又被拍了呀 我点进去 对方正在长头发 小姐姐也太好看了吧 我已经脑补出 霸道总裁 和她的小娇妻剧情了 一顿要吃七碗半 副总的眼神也太宠了 杀了我给你们助兴 这就是异性恋的美好吗 KSWL 我捧着手机 脸上的笑 就没有停下来过 直到我看到了 有一个名为 复言出城之鱼 今天分手了吗 的博主 从我们被拍的那天 就见起来了 没分 去看音乐节了 环冠宣了 没分 复言出要去参加 她学校论坛了 没分 女的去她家了 没分 开车送她回学校 我反手就是一个关注 哼 我就偏要让你这个微博 永不停更 坐上地铁 我给复言出发消息 小叔 我在来的路上了 换好鞋子 复言出正在窗边打电话 白色衬衫 黑裤子 单手插兜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妥妥精英男 但又有那么一点 禁欲戏的感觉 妈爷 DNA动了 原来成熟的男人 这么有魅力 我轻手轻脚 坐到昨天的位置 把电脑拿出来 昨天她提的修改意见 都改完了 今天确认后 就可以发给大家筹备了 我顺带把专业的书 拿出来继续刷题 反正他们大佬的电话 肯定打得长 等我做到一半 复言出才做过来 打完了 你们大佬讨论的东西 真的深奥 听不懂 有些懂 有些不懂 我没偷听哈 没带耳机 隐约能听到一些 复言出目光投到我的专业书上 复习 对啊 这个课真的挺难的 很多傲口的专业术语 其他科目我都不担心 唯独担心专业课 哪里不懂 她伸手拿过去我的专业书 我凑过去也不是不懂 毕竟没有实操的经验 理论知识全靠一回 她翻了翻 我的书上还记了挺多笔记的 我的字是不是挺好看的 我求夸 她低头勾了勾嘴角 好看能涨分 字写得好看 老实扣分的时候会网开一面吧 你靠字豪考进大学的 我没情趣 把书拿过来 我把电脑推到她眼前 那你看看这个吧 标准字体 她眼睛弯了弯 我也收回情绪 全身心投入到流程的对接中 怕记不住 我直接开了录音 她看了看我的手机 没说话 继续 三个小时 很快过去 等她讲完 我戴上耳机 谢谢小叔 你先忙吧 我在这里先把内容整理完 她起身上楼了 不一会 管家送来了水和甜点 我盘腿坐下 边听边写 复言出的声音低沉 又有磁性 听的耳朵 都要怀孕了我才弄完 东西也来不及吃 等发给大家后 时间很晚了 我给她发消息 小叔 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我们学校附近有家小火锅超好吃 你不会拒绝一个美少女的提议吧 隔了一会 她回我 好 有戏 跟副言出走在一起 真的压力山大 她出来的时候 应该洗了澡 换了一身休闲的衣服 年轻了几岁 也感觉不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样子了 走过服装店外面的大玻璃镜子 我趁她不注意 悄悄拍了一个照片 真般配 我把照片设为了平保 到了我才发现 原来副言出不吃辣 小叔 对不起 早知道我就要鸳鸯锅了 她抿了抿嘴唇 没事 我也不饿 小叔也太好了吧 她还不时给我添水地址的 让我有一种 她真的很温柔的感觉 吃完饭 我又拉着她 逛了逛我们的夜市 陆遇好看的饰品摊 我走过去是带给她看 好看吗 她直接就掏出了钱包 买 我赶紧拉着她的手 只是试一试 她笑着看着我 好看 然后趁我不注意 把钱都给了 最后就是 我捧着很多小发家回去 送我到小西门 我很想去抱抱她 又觉得似乎是乐举了 帅哥就在眼前 还是名义上的男朋友 却连抱都不行 我只好愁眉苦脸跟她告别 她低头 不开心 没有 都写在脸上了 这么明显 嗯 很明显 我扭扭捏捏半天 才开口 小叔 以后可以去你家复习吗 她表情动了动 又很快恢复如常 可以 小叔你太好了 我走了 回到寝室 我把发家分给室友们 躺在床上 扭成了麻花 新闻里说的 傅延初冷酷不尽人情 肯定是假的吧 有了她的准许 我有事没事 就往她家跑 反正在哪复习 都是复习 图书馆还难抢作 但工作日的时候 傅延初是不在的 她让我直接去书房里 她的书房好大 很多的专业书籍 还有很多时事杂志和报刊 所以 天之骄子的背后 傅延初也是在不停地努力吧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地成功 想到此 我的动力更大了 很多时候 复习到她回来了都没发现 而我也发现 她比我还忙 有时候 我们俩一人占据一脚 就能到很晚 终于到了论坛日 当天整个会场里 围得水泄不通 毕竟那可是金融圈难审类 大一到大四金融专业的同学都来了 还有很多别专业的也挤了进来 所以就是 整个会场全是人 就连过道都坐着小伙伴们 我因为是工作人员 带着工作牌 坐在了第一排 等主持人把话说完后 傅延初从后台出来 帅 真的太帅了 那脸 真乃绝色 那腿 真长 我看到周围有很多女生打开手机 开始拍照 一时间 我还以为是来了明星发布会的现场 她的眼光扫了一圈全场 又落到了我的身上 对视的时候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大脑嗡嗡嗡作响 天啦 要是小叔真的是我的男朋友就好了 我一定去烧高香庆祝 我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给她 开始框框框敲字 小叔今天真是魅力四射 那么多女生 为你吃为你狂 为你框框撞大墙 我就不一样了 我为小叔的学父舞车而折腰 傅言初在台上跟林老头侃侃而谈 两个小时 很快就过去了 散场的时候 好多同学在会场上不愿意走 而我 马上就溜到了后台 傅言初刚下台 伸手松了松领带 一手拿着手机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了 我给她发的消息 嘴角勾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 我窜到她旁边 甜甜说道 小叔 你今天真是迷倒万千少女 我跟你讲 你马上就要罢评 我们学校的论坛首页了 她抬起头来 挑眉 哦 我怕她不信 凑到她身边 把刚才拍的照片打开给她看 顺带一波彩虹屁 怎么有人长得又好看 说话又好听 能力还这么强啊 傅言初盯着我 一副我就看你继续吹的姿态 我举起一只手 直视她 我永远为小叔举大旗 她居然笑了 我们刚准备出门回去 敲门声响起 推门进来的正是傅田田 她看到我也在 有一瞬间的不自然 我也一样 毕竟我是怎么都想不明白 她要样貌有样貌 要家事有家事 为什么偏偏要跟我前男友扯在一起 小叔 她走过来 我转身要走 想给他们两人让空间 却被傅言初伸手拉住 我跟傅田田的目光 同时望向了她的手 傅言初没说什么 把我拉到身后 这是保护的姿势吗 我盯着傅田田 她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又开不了口的样子 傅言初沉声道 想说什么 抿着嘴纠结了半赏 她才像终于鼓足了勇气 一般开口 小叔 你公司较招的名额 可以挪一个给我同学吗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个同学 指的就是季川 原来她跟傅田田在一起 居然是为了能进人家小叔的公司 傅言初的脸一下子就冷了起来 我料想她应该也是猜到了 这种小事你觉得我会管 小叔您只需要开口说一声就好 傅田田 她的眼神很冷 你要记住 恋爱和工作是两码事 有本事 靠自己的能力 踏踏实实走孝招的路 别想这些歪点子 傅田田感觉都要哭出来了 委屈巴巴看着她 我扯了扯傅言初的袖口 毕竟也是亲侄女啊 先回去 今晚来我这儿吃饭 傅田田收住眼泪 点了点头 临走时 她看了看我 小叔 你们真的在一起了吗 傅言初 恩了一声 明明知道是假的 我内心却升起了一束小火苗 这顿饭吃得我很忐忑 我们三人似乎各怀鬼胎 但是又不动声色 默默夹菜 以前 我跟傅田田出去吃饭 都是叽叽喳喳个没完 今天有傅言初在 我们俩安静如鸡 好几次对视后 又悄悄把眼神挪开 傅言初不时给我夹菜 生怕我吃不饱 够了 够了 她深深看我一眼 平时见你胃口挺大 今天怎么了 傅田田的眼神递过来 我心虚地低下了头 吃饱了 才吃两口就饱了 嗯 中午吃多了 中午一起吃的 哪儿多了 不是 干嘛一直跟我说话呀 你去跟你侄女讲啊 我皱着眉 不知道该说什么时 傅田田放下筷子 小书 你们也不必如此当着我的面秀恩爱吧 有意见 傅言初 邪逆了她一眼 不敢 傅田田起身 我吃饱了 回去了 傅言初 盯了她背影一眼 又收回目光看过来 我也吃饱了 怕她不信 我解释 吃太饱 等会复习 该睡着了 我追上傅田田的脚步 那个我们都似乎说不出口来 沉默了 沉默了片刻 傅田田先开口 你是不是因为报复我们才跟我小叔在一起的 一开始确实是 尤其是傅言初提出协议情侣的建议时 我是带着让他们俩叫我婶婶的心态才答应的 但是后来 我确实对傅言初心动了 甚至还在为真的成为他女朋友而努力 不 我是真的喜欢你小叔 你们差了那么多 六岁而已吗 我小叔脾气不好 人又冷 他应该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女生的 那他喜欢什么样的 围在他身边的都是家是好的 长得好看的 反正不是你这样的学生 可是他还是跟我在一起了 所以说一切皆有可能 于于我小叔很难搞的 我不觉得呀 你小叔人那么温柔 有时候他戴着眼镜看书 那温柔的的样子 我真恨不得摘下眼镜亲晕他 温柔 傅田田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你真的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你不也是吗 傅田田哑口 田田 再怎么样 记穿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前途 压在你身上 大家都是成年人 他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 回去前 我说我是真的希望你能开心 却在拐角处被傅延出堵住 他慢条丝里摘下眼镜 卧槽卧槽 刚才心里想的事情不是马上要发生了吧 他伸出一只手 轻轻把我额边的碎发憋在耳后 听说有人很喜欢我 不是 怎么这么大的人了 还听人抢脚啊 我脸刷就红了 支支吾吾 那不是很明显的事 他眼睛盯着我 我不好意思地挪开 他却只是伸出了一只手 挠了挠我的下巴 考研加油 我不自然地点了点头 逃了 距离考研还有不到两个月 我又开始了魔鬼式的复习 傅延出起初安排司机每天接送我 后来有一次我不小心睡着后 他就单独给我留了一间房 我索性就顺坡下驴 半注扎在这里了 好多次 我学累了起来 都能看到他好看的脸 也在看着专业的书籍 看书的时候 他喜欢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那气质真的绝了 大神都这么努力 我也没有不努力的道理 某天我看着他长长的睫毛 提议 小书 专业课你可以不可以帮我辅导一下 他不动声色地抬起眼来 那你拿什么报答我 我一脸猛逼 啊 他笑了笑 就算是外面的辅导机构 也有报酬吧 愣了愣 我小心翼翼望着他 那 把我作为报酬 他微微皱眉 我战战兢兢 我没钱 只有对你的一腔热血 他的眉头很快舒展开来 俯身过来 哪里不明白 他身上有好闻的木质箱 又混合着男性独特的荷尔蒙气息 洒在我的周围 我大脑就跟缺氧了一样 想往后缩 结果 直接就缩到了他怀里 我抬头看他 可怜巴巴道 都不明白了 他轻轻一笑 一只手抬起我的下巴 凑近 亲了亲我的嘴角 后来 专业课没整清楚 接吻倒是学得明明白白的 因为时间已经很紧了 我们倒也没有什么时间 谈情说爱 大多的时候 都是我刷题 偶尔听他讲讲课 我觉得他的讲解 更适合复试 于是跟复言初约好等复试的时候 再好好补补 要考研的前一天 我住在了他家里 他安排了清淡的饮食 吃完后 又牵着我在花园里 走了走散散心 我要回去再抱抱佛脚 他反而圈我在怀里 现在呢 最重要的就是放松 其他的都不要想 可是我一紧张 全忘了怎么办 那就冷静下来 冷静不了怎么办 就像我看到你心跳 就不停加速那样 他轻笑两声 直接就吻了下来 七婚八素后 他说 那就再兴奋一点 极致冷静和极致兴奋 都是一样的效果 我靠在他的怀里 不敢相信 就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走得这么近了 于是贪恋地 闻了闻他身上的味道 小叔 要是我考不上怎么办 那看你是想工作 还是想继续考 霸道总裁的台词 不该是 放心 我养你吗 你愿意吗 不愿意 比起做龙中鸟 我还是更想自己 能拥有一番事业 能有一天和他肩并肩站在一起 那小叔 你等等我呀 等什么 你站得这么高了 我还在山脚下 等我慢慢追上你 他笑着说 好 考研的时间过得很快 出来后 傅延出的车 已经在校门口等着了 我正高兴呢 碰到迎面走来的季川 他拦住我 聊聊 没必要吧 他也不走 就在原地 我看了傅延出的车一眼 跟他退到了旁边 我们应该没有什么话可说吧 我跟他在一起一个月而已 不算太有感情 之前气不过 是因为想到他分手后 那么短的时间 就跟田田在一起 就觉得 他追了我那么久的时间 就像是一个笑话 你跟我不是一样的人吗 他嘲讽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为什么跟傅家扯上关系 你跟我比高尚不到哪去 季川 你有病吧 他冷笑两声 成之余 傅延延不愿意帮我 你从中作梗 是不是 我双手抱胸反击他 你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吧 季川继续说 跟傅延延在一起 我是不想努力了 那你跟傅延出在一起 不也是一样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的 我只想好好考研而已 再次奉劝你 别想走捷径 反噬的也会很厉害哦 说吧我就要走 他伸手挡住我 那你又觉得傅延初是真的喜欢你 你也太天真了吧 他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 他喜不喜欢我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季川转过头来 你还不知道吧 他有个未婚妻 跟你吧 不过就是逢场作戏而已 你一个大学生 玩得过人家吗 心里突然抽了一下 见我没说话 季川继续说道 你也只是一个炮灰而已 我愣在原地 傅延初一开始就说了 我们是协议情侣 他对我好完全是因为 这是在演戏啊 维持在公众面前的人设 我突然想到 第一次在他家时 他接的那个电话 对面是不是就是这个未婚妻 所以他问我第二天要不要来 也是为了故意气那边的 我只是一个学生 对他来说年龄又小 又帮不了什么 他凭什么会喜欢我呢 直到傅延初走到了我的身旁 我测了测身 小叔 我有点累了 想先回寝室了 不敢看他的眼睛 他走到我面前 在想什么 没什么 他低下头 好脾气到 不开心要跟我说 别生闷气 如果不想说 那我们先回去 他好温柔 倒是显得我自己很无理取闹了 话总是要说清楚的吧 我点了点头 一路无言 回到家 他默默把拖鞋放在我面前 我换了鞋后 他已经坐到了沙发上 目光看向我 过来 我心里有团气 慢悠悠过去 他拉住我 我顺势就坐在了他的腿上 说吧 怎么了 这很难启齿好不好 见我不说话 他抱着我 慢条丝里道 那我猜猜 因为你觉得我们差距大 我点了点头 觉得我身边肯定女人多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所以呢 你怎么想 我看着他眼睛里的我 想了想 反正再怎么想 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你是不是有个未婚妻 我的心 一下子就跌到了谷底 一瞬间 我想逃 成年人 话也不必说得这么清楚了 撕开了真相 对大家来说都不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鼻尖却有点发酸 我努力吸了吸鼻子 到底是不敢把那句 你喜不喜欢我问出口 他一手摸着我的脸 轻轻地说 不过不必当真 已经解除关系了 嗯 我抬眼看他 他继续说 我努力的目的 就是为了能自由地选择 而不是被安排 你觉得我能被强迫 那 为什么会选择我 我小心翼翼看着他 因为 喜欢你啊 你不值得喜欢吗 莫迪 脑子生起了烟花 脸上又止不住 扬起了弧度 他望着我 一脸宠溺 开心了 我点了点头 亲了亲他的脸 可是我还是压力很大呀 我还是个学生 还要考研 我们之间相差了六岁 嗯 傅言初凑近我耳边 滚烫的气息 让我的耳朵发红 压力大 要不要男朋友 帮忙缓解一下 考研成绩出来 我顺利地通过了初试 但是季川没考上 傅田田跟他提了分手 他给我打电话 我直接拉黑了 傅田田找到了我 就像我们以前一样 依偎在我怀里 鱼鱼 我真傻 季川 完全是因为 我小叔的关系 接近的我 嗯 他之前还找过我 说我也是一样 我也是偶然听到 他跟别的人 炫耀我才知道的 他说 你喜欢他吗 我问 傅田田沉默了片刻 不知道 我当时对他的感情 还是蛮搞笑的 可能就是 大家越说 你们不合适 我就越想去试试 为了气你那个 从小被指娃娃亲的竹马 傅田田耳朵一下就红了 才没有 你们俩相爱相杀这么多年 我都看累了 咋 说一句 我喜欢你 很难 我要是你 早就一步做 二步休睡了他 傅田田沉思了片刻 回到 怪不得我小叔喜欢你 什么 鱼鱼 有没有人说过 你很勇敢 这不就是人之常情 喜欢就去追呀 追不到又不丢脸 相反 万一追到了 不是赚到更多 那你不会真的要去睡了他吧 傅田田眼睛都亮了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拦住他 宝子 你别冲动啊 他甩了一下高傲的头颅 放心 婶婶 不会比你先生孩子的 对了 微博那个分手了吗 是我 不过改名了 现在是你们的CP粉头子 傅市前 傅延初帮我 恶补了一下专业课知识 作为回报 我差点没把持住自己 结果 自然是很好 只是没能如愿进入隔壁学校 依旧还是留在了本校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差不多就跟他认识快一周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 没想到阴差阳错 居然聊了闺蜜的小书 所以为了庆祝 当天傅延初说 要带我参加他一个大项目的庆功宴 那天 我紧张得不行 生怕给他丢了脸 他却从背后抱住我说 就喜欢我不失粉带的样子 所以 我当天化了一个清淡的妆 穿着他为我准备的小礼服 没想到 反而在会场上 成为了唯一一个清流 我全程紧紧跟着他 顺带不动神色 默默记住 他们说的专业的东西 我可是要努力 跟上他脚步的人 这种实战 可比课本的经验加分 只是偶尔还是有人敬酒 所以 哪怕他为我挡了不少 我还是喝了点红酒 可是我酒量实在是不太好 于是半晕不晕地依靠在傅延初的身上 就连上卫生间 他都单独带我去的私人的独立空间 出来时 就被他揽住吻了上来 他一只手撑在上面 一只手扶上我的后背 我心都要跳出来了 万一有人来怎么办呢 我瞬间一个站立 他压低嗓音说 专心点 我闭上眼睛 他又笑了笑 俯身下来 给我无处安放的荷尔蒙一个归处 后来我红着脸推开他 你先走 我后面来 不然两个人脸这么红 被人看到多不好啊 他却拉住了我 干嘛 搞得像偷情一样 你别瞎说 我们是正经男女朋友 你害怕什么 嗯 我无奈 只好被他牵着出去 后来被傅延延看到 那眼神 真的是让我无地自容 傅延初却拉我过去 指着傅延延说 叫人 他愣了愣 笑出了声 小叔好 然后不还好意地看着我 审审好 天了 太羞耻了 而傅延初却非常高兴 离开庆功宴时 傅延延单独悄悄跟我说 我小叔这人吧 静玉系 你懂吧 这么多年来 你是第一个正大光明 带出来的 我高兴得恨不得把心 都掏出来给他 然后他故作深沉 所以啊 这个老狐狸 今天要开婚了 A 直到我见到了第二天的太阳 我望着男人宽大的后背 愤愤 不是说好了 单纯地亲一会吗 他沙哑的声音传来 还能说话 看来还不够 够够够了 他翻身搂住我 亲了亲我的额头 快睡吧 我望着天花板 无语凝夜 我 再也不想睡婚觉了 后来的后来 我才从最后的复言出 嘴里得知 原来早在大一 他就见过我了 还不止一次 所以 我以为我是勇敢追爱 其实 他早就指好了 网等我跳下来 我问他 为什么要协议情侣呢 他说 一下子说当我女朋友 你会相信吗 我怎么不会相信 我又问 为什么第一次强吻他后 他会说别再有下次 他说 是个男人都不想做 喜欢女生的备选啊 尤其还是为了 弃别的男人 所以 那是对我的惩罚 我 这么小气 再后来 我研究生毕业前夕 他专门给我留了一个乐高房 房里 还有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 拼好的两米高的宇航员 他举着大大的戒指 介意毕业就结婚吗 哪怕我内心 已经疯狂蹦迪了 但表面依旧镇定 不行 等我真正并肩 跟你走在一起 他搂住我 那别让我等太久 宝贝 那是当然 年轻人的征途 可是星辰大海啊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